五 四 三 二 一 告诉你一个大秘密 水果冰淇淋喜欢你 美丽故事在这里 乘乘飘飘在一起 水果冰淇淋 水果冰淇淋 开开心情又甜蜜 水果冰淇淋最有趣 水果冰淇淋 水果冰淇淋 开开心情又甜蜜 水果冰淇淋最有趣 水果冰淇淋 今天孩子们分成两队 玩起寻宝游戏的比赛 这个金字塔放这里 那这个骆驼就放这里 好香 有点不太够耶 沙漠很热耶 那就要有大太阳才行咯 嗯 嗯 管路 帮你去拿大太阳 我去拿宝物徽章 嗯 好 嗯 我刚刚听到沙拉她们 在讲宝物徽章 嗯 趁她们不在 我来看看 这个金字塔 嗯 很普通 这个骆驼 嗯 也很普通 嗯 这个沙漠 有点无聊耶 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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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格嚇我一跳 莉莉 东西带来了 好 那我们开始布置吧 这个假法真好玩 沙拉说 这是他们寻宝队要用的道具 不知道他们要怎么玩 真好奇 他们好像在布置 我去看看 那你们呢 去看一个好玩的东西 水果 水果 冰淇淋 冰淇淋 加上三声大笑 哈 哈 哈 水果 火松 水果 水果 火松 火松 水果 水果 换一个热气球 一只青蛙 一片椰子 一艘玩具船 一瓶牛奶 一张照片 还有一群娃娃狗 这样就好了 沙拉跟瓦路一定找不到宝物徽章在哪里 可是 哥哥 你把我们的宝物徽章尝到哪里啦 我才不会跟你说呢 你一定又会不小心搜出去 我不会说的 你会说的 你上次在玩的时候 沙拉 你一定找不到我们的宝物徽章放在哪里 奇怪 盒子里面怎么都没有 盒子里面当然没有啊 因为在上面 里里 上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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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 因为 哎呦 反正我不是故意的 啊 啊 啊 反正你听我的啦 不要再害我们输了 哦 嗯 啊 啊 我们来听一个好听的故事 故事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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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啦 吃吃你不要过来 你逃不掉了 猪猪 过来咯 好疼啊 红色情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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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我家附近看过这个图案 走 去找宝藏 会是这里吗 进去看看 这些东西都好奇怪哦 你们在怕什么啊 这些都是假的嘛 胆小鬼 救命啊 你们的门票呢 对不起 我们不去盗要买票 庆祝新开幕 就免费招待你们吧 哈喽 你们好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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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頭上有沒有可能藏寶物徽章啊 莉莉 莉莉 不要看了 趕快來幫忙啦 幫忙什麼啊 把他雪櫃帶來啊 對喔 我差一點都忘記了 走 走了 碗路 我準備好了 那接下來就要交給你囉 我們要去奇麒麟那邊尋寶囉 交給我沒問題 好了 我的寶物也做好了 現在在烤箱裡面烤的 希望可以成功 那現在呢 正好我們來看看我的好朋友 貝克 前提 美人魚 大海裡的美人魚 我愛你 嗨 我是美人魚 歡迎大家來到美人魚音樂點播站 今天 今天 有點不想聽歌 休息一次好囉 啊 啊 抗議 我要哭了 啊 啊 奇怪 為什麼要抗議啊 哪裡不公平了 哭什麼 啊 我等很久了 我一定要聽歌 我喜歡聽歌 每天都要聽 我沒有聽歌 會心情不好 啊 啊 啊 這樣啊 那 我休息 你們找魔鏡聽歌吧 魔鏡魔鏡 請你告訴大家 今天最適合聽什麼歌呢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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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h 天氣好 一起去尋寶 彩色石头亮晶晶 送给妈咪当点心 大大花儿爱玩鸟 送给爸爸当号角 圆圆叶子软面面 送给小猫当点稿 草丛里面摇摇摇 又有新朋友报答 你好 你好 别跑 别跑 带我一起去寻宝 奶奶 你要仔细找哦 好啦 可是这里刚刚已经看了十次了耶 你什么都没看到 那你们需不需要提示啊 好啊 要提示的话要先回答我的问题哦 好 我这里好像也没有 我这里也没有 美女狗 大雪乖美女狗 你可以告诉我们 琪琪把宝物徽章藏到哪里了吗 哇 这些宝石饼干呢 就是奶奶我的宝物啦 很漂亮吧 等一下孩子们玩累了就会想要吃点心了 都准备好了 在那边等他们 那现在呢 我们先来看看谁是今天的小勇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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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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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还好没事 这是什么东西 大功龙 快来救我 小勇士 得打斗我了 救你了 第一关 恐龙拼图王 快快快 赶快通过火山区 只要完成大石壁上的拼图 就可以过关 好 看清楚题目 是哪一个恐龙拼图呢 好 选择好你的答案 走进火山区 你还要踩稳呢 你把我吓一跳 你不要发抖嘛 好 放上去 对不对 很惊喜的 入第一关 第二关 珍珠果大餐 敲啊敲 只要能够敲出三颗珍珠果 交给三角龙 你就能过关 选择你适合用的锤子 小锤子 个子小 这个小锤子 也很好看 很好用 很棒 敲一个 就出现一个珍珠果 很好 很顺 很棒 好 选出三个一样的 外一样的珍珠果 好 送去给三角龙 送去给他 有点卡住 瞧一下 你过了第二关 第三关 拯救恐龙蛋 小心穿越吊桥 转动转排 拉起恐龙蛋 你就可以过关咯 加油 过吊桥 不要紧张哦 慢慢来 走得很快嘛 很棒 好 用力 把恐龙蛋拉上来 转 个子很小的力气很大 加油 转 加油 你好用心 很棒 成功了 没错 你就是勇敢又聪明的小勇士 找到恐龙蛋了 谢谢你小勇士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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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你妈咪了 拜拜 下次再来恐龙岛冒险 呜 第九题 沙漠到底有多热呢 小坏兽船长 你的问题怎么这么多啊 什么时候才要给我们提示啊 咧咧 算了啦 不要提示了 我们赶快找吧 时间都快要到了 哦 好 真的不要提示吗 美女狗 宝物徽章 不在我身上啦 美女狗 你赶快闻闻看 这里有没有 没有 时间到 我刚才好像听到铃声了 那就代表寻宝游戏的时间到了 不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 等他们来再问他们 哈哈哈 还记得吗 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沙拉和瓦璐一组 然后呢 他们在沙漠藏了宝物徽章 那李玲和琪琪一组 但是呢 琪琪不想要告诉李玲 她把宝物徽章藏在哪里 因为怕李玲会不小心说出去 后来呢 小怪兽船长和美女狗啊 都加入了寻宝游戏 不知道最后是哪一组完成了任务了呢 奶奶 我们要来吃点心呢 准备好了 你们吃这个宝石饼干啊 小怪兽船长啊 后来寻宝游戏怎么样 最后是哪一组赢了 都没有人赢 因为两边的都没有找到宝物徽章 所以再比赛一次 这样啊 那宝物徽章到底藏在哪里啊 沙拉跟网路的宝物徽章藏在金字塔里面 要打开才可以 那琪琪琳琳那一组的宝物徽章呢 什么 要我看这里啊 这是什么 宝物徽章 原来藏在美女狗头上 真有趣 奶奶 我可以吃点心了吗 当然可以啊 不过 在吃点心之前 我们要先跟所有大朋友 小朋友 也喜欢玩寻宝游戏的朋友 说什么呢 拜拜 拜拜 水果和你说再见 冰淇淋一起说拜拜 拜拜 祝你的笑容 像水果一样甜 心情像 冰淇淋 сем 好滋味 水果和你说再见 冰淇淋一起说拜拜 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 星期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 水果和你说再见 冰淇淋一起说拜拜 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 星期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